我先開場 開場完我就要走 歡迎收聽恐怖指示藥 我是比利 我是馬修 OK 掰 我們今天要來好好地跟這兩位外地的同胞們 來好好地聊一下 我先問一下你有什麼 像我們剛剛私底下有聊非常多關於補習班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像我們的Zank 在學校跟補習班 你會發現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地方 那像你本身是在那個 中部的某一間知名的連鎖的英文補習班 擔任裡面的 英文老師 那你有沒有發現 在教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我們自己都受過學校教育 你覺得當補習班老師跟當學校老師 你覺得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有業界壓力 這件事情真的很現實 因為 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收入 都是來自於你招生招的如何 有沒有人願意買你的課 這點 絕對是跟學校的老師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但是我覺得舊教學的本質上來講 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要不然就是把你 該做的事情做好 要不然就是把你想傳授的理念 就是講出去 到最後就是責任感嘛 可是我問你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既然我是這個東西是賣錢的 所以我要討好你 對自己的學生不起來別想走 那因為我也要傳授知識 可是我為了要討好你 比如說班上同學在吵 你就不敢管理他 因為我現在會看一些書 然後這個有點像是 我會把上課當成一種聚會 嗯 因為大家都在這裡 我召開這個聚會 那我一定要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掌控節奏 跟我要去抓現場的秩序 你當你放一個教室 然後大家在那邊亂講 他是第一他沒有品質 然後他沒有秩序 那那些人來講實在的 那他久了之後就知道 這個也不會管理啊 你就是把吳天啊 對 所以你有什麼你本科就是英文嗎 不是 你本科不是英文 本科不是 那你本科是哪一個 商學就對了 然後後來去讀那個體育 所以你們都是 你跟 你們跟比迪都是 同一個學校的 就是師大體育系 那你跳槽跳很廣耶 你馬上去教英文耶 就圓圓嘛 然後這個其實我比較上手 嗯 講話這種東西後來比較上手 因為像後來越做越久就是發現自己講啊 在表演啊 或是在了解那個語境上面是比較 比較有天賦啦 必須這樣講 比較有天賦 那你有沒有想說 那我乾脆就是邊帶動邊教英文 就是我體育式英文 做出你的特色這樣 在年紀比較小 像剛才又回到剛才那 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他們 因為他們比較喜歡就是 肢體互動 一定要 他們比較那個 Active 一點 所以他們 就是我們的課程中 一定會安排什麼歌曲 或舞蹈 然後他們 還有一些活動 那即使到年紀比較大的學生 我覺得 他們還是會 研究在 這些律動裡面啊 或者是 就是可能還是 你做久了 你的血液不循環 你怎麼 你怎麼上課 你根本就記不起來 所以還是會站起來 跟他們活動一下等等 來我們問一下這個 我們的Zang 你在班上有碰到同學很吵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 學校老師的處理方式 跟我們一般安心班老師的處理方式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科技 就是很多實作 然後很多機器 比如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線距機 有有有 像魔機那種 那種都很大聲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他們 就是那種很大聲 然後音量都會隨著 提高 對 然後他們講話也會變得很大聲 然後 你們會說什麼 大聲什麼啦 這樣子 不會 我會請他們把機器關掉 我會請他們把機器關掉 這時候會瞬間全部的人都安靜 然後他們就會發現 講話不用這麼大聲啊 或者是不用那麼吵 就是有學生很白目 那就會趁著有很多雜音的時候 然後他就開始出怪聲 比如說鬼叫啊 對我了解 有有有 就是有這種白目的 對 像這種 然後線距去割他就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不是 我們要解決問題就是先解決 先解決有問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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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那個 實際上因為像 記得啦 學校端 因為你也不能對學生很兇 對 因為學生如果感受到非常不佳 他直接會去跟學校申訴 回去跟他媽講 快的秩序的管理 不能大聲 不能體罰 然後又不能給他言語上的威脅 的這一塊其實越來越難教 重點是你還不能把這一些的學生說 你滾出我的班 都不行做 而且他一待就要待 比如說以國小而言 他在學校待六年 你可能這六年當中 你可能都會碰到他的一個狀況之下 有時候更難搞 以我們安清班跟補習院來講的話 今天我覺得這個學生真的是不合群 我們可以用友善的方式跟他講 讓他離開 甚至業界當中還有很多是會有體罰的 只是他是不說出來的嘛 他還是會用 不乖我就打你手心一下啊 你不乖我讓你罰在一整節課 這些其實都還是會出現的喔 像我們剛剛有說 像這些行為的話 我們在教育心理學 不是有分正增強跟負增強嗎 對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給他 像負增強就是我剝奪他的下課時間 對 那我正增強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表現得夠好 我給你做幾點 我只要蓋滿10點 可以跟我換個小飲料什麼的 用這種方式去化解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 比如說像那個 你自己在教英文的方面 會不會有那種說 你覺得你教授的內容 會不符合 就是他現在的水準 那你要去要求 可能跟家長說 你的孩子可能程度太差了 可能要降級 會有這種狀況嗎 要打預防針一定要 我們的課程是 那個時間長達48堂課 那在48堂課 你不可能到第47 第48堂課 才發現這個人有點落塞 你一定是前面就發現 這個 看他 那你怎麼跟媽媽說 你的孩子有點落塞 我覺得 我覺得你的孩子有點落塞 可能媽媽 她可能無法通過這一集的考驗 你要有心理準備 準備落塞了 就是漸進式讓他們知道 就一定是一開始一定有三明治 就一開始先講好 他最近 之前表現蠻好的 不過最近好像有點 他好像就是學校還好嗎 有沒有什麼 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對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不要說這個年齡 所有的人 要發生事情他們在心裡面 都會 比如說他今天被門夾到 他可能是不開心整天 會會會會 可是被門夾到是個短期事件 可是如果他長期都這麼 就這麼難過低落的話 他可能狀況不是很好 或是這個東西 他真的無法意會 無法理解 那英文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對 他可能一三成成單數 可能過去是這種 對 現在對我來講 在已經很習慣的東西 可是對他們來講 嗯他們是新鮮的東西 他們就是背不起來 時都不去實際演練 他根本就記不起來 對那這種狀態的話 好像就像你剛剛說 你跟媽媽 你可能不會說那麼直接 媽媽她的表現最近有點 差強人意 對那 以我的專業判斷而言的話 他可能會需要降級學習喔 那他老母就很發火說 老師 他已經上了12堂課了呢 啊 這樣子降級之後 我不是還要再繳12堂課的錢 老師該怎麼辦這樣 可是那你要怎麼辦說 他就是沒有辦法通過我的考驗 他就是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檢測 他就是不能升級 那你會變相說 好啦為了收這個學生 不然他可能就要離開了 所以我就有說 好啦沒關係我這次讓你通農 那你就升等升到下一級這樣 會嗎 我個人是絕對不會讓他做這件事 還要有品德的老師 因為 你越往 其實我們有其他的班級 為了要維持那個班級的人數 畢竟我們是連鎖 連鎖的話 他就要看班級的總人數 對 那你平均下來 如果你有一個班 一兩個班就是那種 欸 各位數的數字不好看 老闆會不會定 對 那他定完之後下來就定我們 就很像連長 會定我們這種看 喔了解了解 贏長定連長 連長都會定下面的班兵 派長 這就韋伯的科成體制 哈哈 就上面一層一層這樣下來嗎 這樣管理 你們的話就是一個班 屬人頭就對了 一定要的 那也是希望說 比如說這個班有12個人 好 一級有12個人 那我今天就是希望說 我到時候升上二級 也是這12個人嗎 呃 對然後同時我 因為我們從最一開始 最一開始的 ABC就開始教了 那所以 你越開始的級數 你的人數可能少少少少少 然後突然 可能一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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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等於是你是最下面的那一層嗎 你就一直加加加加加加 然後你往上升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損失一些人 可是你又加更多人進來 可能一個班從 五六七八個開始 然後到時候可能18 20個 那這種 然後其實我們主要的利潤都在這個邊 喔 講太多了會嗎 不會不會不會啊 因為不知道是哪個連縮補習班 喔對是 對吧 那我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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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講 好比如說現在這個班 已經有20個人了 是 達到某一個人數之後 就要拆辦嗎 那這個分論不會被分掉嗎 就等於說你的班今天 比如說本來有30個 然後又拆10個走了 所以你的班 沒有拆15個走了 所以你現在你的班變15個 那你的獎金會因此而掉下來嗎 因為畢竟要再找另外一個老師 普希班的成本就提高 在我們的獎金的算法 其實比較算是偏那個retention 叫什麼 續讀率 對就流班率啊 就變成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招進來的 他會給你一個一點點甜頭 可是他主要看重的是你續讀 可不可以一直往上啊 帶帶帶帶帶帶帶到我們 最高的級數結束 那他才會 才不會苛責你 好 這個點就是讓我想到另外一個 來接下來就是我要問一下Zang Zang 學校有沒有這種投訴率 就是這個老師被投訴的非常多 然後會因為這樣子 考級會被下降這樣 通常不會啊 你自己本身有接受過學校 某個學生今天覺得說 我我我我我被這樣投訴過 真的假的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就是先入為主的概念 就是老師很兇 老師已經有先入為主的概念 我認定學生他做了某件事情 但是學生他說他沒有 我已經親眼看到我篤定了 對他就有做嘛 但是 他就要解決你嘛 就說我就是沒有做 沒關係 所以我現在跟老師說 回去跟Zang說另外一件說詞 這超危險的 這很可怕啊 家長就直接跟主任講啊 因為你歸主任管嘛 所以主任就早上去講話 不會有那種可能考級的問題啊 通常考級的問題都是在 可能你行政有出差錯 對或者是 除非你有什麼重大違規 所以比如說性評案件啊 什麼的才有可能 好像只有這種會 可是我跟你講了 學校的性評的頻率 真的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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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補習班只要有一級性評 大概就掛了 去了 大概就大概就去了 就直接G了 這也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算是那個行規裡面 絕對不要碰觸什麼 是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我這邊有非常多 就是有補習班老師跟學生 怎麼樣的事情的發生 真的發生的真的是很可怕哦 學校也是啊 哦 通常這種事情 沒有人敢出來保你 校長也不敢保你啊 嗯 對啊 不能挺錯人 你看蔡英文婷婷之間 不要下班好嗎 就考成這樣的 學校老師怎麼會拿自己的生 教育生涯來做這種事情的擔保 對啊 不太可能 那學長跟那個 對 你們會怎麼建議男老師 因為像我們都男 都男生嘛 對 那包含比例也是男生 對 那這樣上課的時候 你有什麼準則去做這件事 就是欸 你去避免自己 有卷入這種糾紛之中 欸 一開始你就要採檢 就是你一定要跟學生說 要嘛你就是萬年單身害 我自己個人就是這樣 要嘛就是你現在已經有女朋友 你要明白的講 對 那那個學生喜歡你 你一定要明確的跟這些學生說 一定要說我這種老屁股的 你還想要還是怎樣 你跟我就是沒有機會啦 對啊 我也不喜歡你這個 什麼小 乳臭胃肝的小朋友 我怎麼會想要喜歡你 你一定要很明確的把這個借地借出來 儘管他的身型 他的模樣已經跟一般成年人差不多 他偷偷的氣質 有時候你真的覺得 哇他體覺是很可愛欸 可是你理性上就要覺得說 不對他就只是小朋友而已 誰沒有青春過啊 這就是青春荷爾蒙的味道 對那你不能被荷爾蒙 你不能讓小頭操控你的大頭 不能這樣 對絕對不行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在這個部分的拿捏度是有 我也不覺得說 像我這個模樣其實還是很多學生會寄情書 送情書什麼的 了解 一定會有的啊 他一定覺得說你現在老師 哇在講台上的魅力是很棒的 老師你生意很有磁性欸 哇你可以平常跟我們玩這麼開 所以會不會我有機會 你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個覺得 哇他這個異性是有魅力的 他做出這個行為他可能自己沒辦法控制啊 可是你就要跟他講說 對也因為這個關係記得喔 每個人都跟老師這麼好 所以你一定要提防 你可以做個機會教育跟他說 對你也未必一定要跟他家長講啊 就是說你的女兒今天有送情書給我 媽媽你的女兒情鬥粗開要注意喔 他回去就被打死 所以你要幫他保守這個秘密的同時 你也要變相跟他說 好啦我現在沒有辦法控制你喜歡我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機會 如果你真的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維持這種戀情到18歲 就用時間根據跟他耗也可以 對 所以說的好像 你自己認可 你自己有這個 有遇到這種問題喔 喔你阿神你有碰到這個問題 有嗎 我原本是想說 我原本是想說就是 男女生的那個界線 而且我都會自己跟我自己的班上男生說 你不准夠去碰女生 男女界地還是得分出來 我就說我就說很明確嘛 你今天碰他 要是他哪一天反悔 這是超危險 你該怎麼辦 欸我真的真的真的 你可以碰我一下 你要考你姓氏好了 新方紀錄器要準備好 真的啊 真的 你一定要事先先聲明 而且你要跟大家都講說 像我們每一間教室都有監視器 我通常說你看 那一支監視器不只是習近平看到會笑 我跟你講要是你真的犯錯 我跟你講警察叔叔也會笑 對 你一定要明確先說好說你的客室規則是什麼 在下 所以你自己呢 你自己現在有碰到什麼問題嗎 我沒有碰到什麼問題啊 因為我學生那個都國小 對 你都國中高中 對 那種國小階段我覺得到 國小應該還好 我覺得 除了五六年級 除了五六年級 他們就很想要亂搞一些有的沒的 對 我跟你講我舉一個案例好了 之前我們就碰過 有學生在監視器的死角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會在那個地方落落包包 那我們不知道 回家之後 媽媽就是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有被套出來這件事情 所以就來問我 他的家長是好險不怪罪我們 因為他就是在一個監視器死角 我們不可能每個死角都有安排老師在看到 可是這件事情也給我們一個警惕就是說 的確 學生他的 情愛概念的年齡層 說實在跟我們以前那種 世風日下那種文化已經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有些事情是要偷偷來 不會在這種公開場合 可是他們已經會變像說 在公開場合做或許有點刺激的感覺 方不勝防 那如果是以這個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更何況我們老師一定要 以身作則 不該做就是不該做 你該讓學生知道說有些事情 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你不能有模糊空間喔 你一旦有模糊空間 你一定會被拉取 學生今天問你說老師 這個你最近穿著啊 怎麼好像有點樸素樸素怎麼樣的 好有一天你真的穿得很帥去 哇今天你穿得蠻帥的 開始有女生說 一直要說你好老師好帥好帥 那你就膨脹了 結果接下來你每天都穿很帥 然後就會有女生說 啊老師我覺得最近你開始有魅力了 然後想要去拉近距離跟交談 那我問你會不會暈嗎 他也穿得很可愛啊 老師我今天的味道好不好聞 我最近買了一個香水 好不好聞 這個也太 對啊那你會不會暈 他就可能每天都在你旁邊喔 我舉個例啦 這不是我自己提問 他可能每天都在你旁邊徘徊 每節下課都去找你 你下班的時候他也在旁邊跟你拉著說 老師我最近碰到一個什麼問題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我好難過喔 媽媽都不喜歡我 爸爸都不喜歡我 老師你可以給我一點建議嗎 當你在跟他開導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寒情默默的看著你 那請問試問單兵該如何處置 拿出一杯無糖綠茶 叫他喝下去 你還要去 生一杯無糖綠茶給他喝 隨時都要自備 我那個櫃子裡面都有啊 你給他幹嘛 沒有重點是那你應該 泡一杯老人茶給他 對啊你應該就是說 那開始我的老人我要給他 可是你要提防啊 就是說你當然你第一 為了這個學生好 你還是要跟他講說 這些事情你要怎麼處理嗎 可是 這個時候就是那個奮計所在 我跟你講那很明確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個女生到底對你有沒有感覺啦 絕對是找一個有監視器的地方 我覺得監視器真的是現在男生身上 雙手舉高 可能可能以後大家生小孩生男生 第一個就先他送他監視器這樣 不是監視器就是那個 那個GoPro之類的 情放記錄器 情放記錄器 我跟你講其實有兩個 其實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 你今天硬幹 就是跟他好好講 講完了 那你就是 內心一定會存在這個不安的情書 因為你已經很不安了 你一定會很不安 我跟你講是老師一定會很不安 靠這個一定有鬼 要是仙人票的話怎麼辦 一定有鬼 他到時候不會害我 那你除非就是把這個關係 你也不能說 那就是說 為了我的業績有沒有 他今天如果離開 應該是要賣生 應該怎麼辦這樣 我的考基 我的獎金 好這第一點你會想 所以你就硬幹這樣 第二個方式就是 你好好跟他講說 同學可是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處理耶 甩鍋啦 我沒辦法處理 你要不要問看看 學校的心理輔助老師 我老師不是這個部分的專業 真的沒辦法給你什麼 特別的見解 我只能跟你說我的一些概念 那剩下部分 就要麻煩你要去問 那他如果說 可是老師 可是老師 這老師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我真的是為你好 我今天不是站在老師的立場 而是我站在一個大人的立場 來跟你講 這個事情真的不能拖 你要趕快去找 更專業的人去做質詢 真的啦 你就去做就對了 你一定要把這個鍋要甩好 再第三個 我剛剛沒有想到的第三個 你就是直接去跟他這樣講 你不知道你的孩子 最近有什麼樣的狀況嗎 媽媽家裡是發生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趕快把它 該斷都斷 不然你這個未爆蛋放在你身上 什麼時候爆你不知道 這個是等於是把他的情感上 他等於是把 投射在你身上 對啊 投射在我們身上 可是你這樣跟他講 家長會 見為之助 那你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你是不是對人家先怎樣 對啊 那人家 我覺得不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會 你自己想齁 今天你能夠提早發現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是老師 你會提早發現 現在這個學生 我們有分一個集聚 就是說你可能今天 幾歲到幾歲之間 學生會比較聽老師的話 跟同儕的話 他家長的話比較聽不進去 這是有根據的 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根據跟家長說 他今天會跟我說 未必會跟你說嗎 因為你會罵他啊 對啊 你會罵他 因為我跟他無關利益嗎 對 那我今天跟你講說 媽媽我現在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大可不要跟你說這件事情 我還是錢還是照收啊 可是我今天會跟你講的一點 就是說 我已經覺得這個已經不是錢不錢的問題了 而是這個孩子現在很危險 所以我很明確的跟家長告知這件事情 那家長要怎麼解決 說不定他真的 就知道了 我的孩子以後不會怎樣這樣 你損失了一個學生 可是至少你保住了你的飯碗 這個我覺得是好事 與其把這個 衛報彈綁在自己身上 還不如把這個衛報彈丟給別人 讓沒人解決 我又不是拆代人員 這也是奉勸任何 如果你想要從事教育的人 這是不管學校或是補習班安清班 只要你是掛老師 你師者教育 教育者這個立場的話 你千萬不能去縱容 你不能去放任你自己的一些行為舉止 那已經不是身為一個教師能夠做的 如果你把自己當成是一個男人的話 這些行為我覺得 你也不能投射在這個年齡層的孩子身上 聽我們說年齡沒有距離啊 你今天要去跟50歲60歲的 已經出社會的人搞什麼 我不相努力了 對啊我沒有差啊 可是你今天是學校 你在學校的教育環境體制之下 你今天如果這樣子的話 今天一班跟那個三班的女生搞在一起 然後那個是三班的老師 跟五班的學生搞在一起 那這個學校還有什麼規則可言 每個人都說 老師我想要這次的期末考的題目 可不可以贏給我 這樣應該怎麼辦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跟他我們第一次見面 或是第一次見立彼此 對的關係 師生的關係的時候 如果是未成年或是這個情況下 那就不可以就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這件事情就沒有發生的可能 如果你說剛才阿姨的話 四五六十歲 當然那個想 大家會想留言 我跟妳講 那種有可能的原因是 今天我可能跟這個學生很麻吉 然後媽媽常常會來 就他單親家庭啊 他覺得這個老師很有魅力啊 我又沒有老公 然後我的女兒你又跟他還好 老師這是我煮的魚湯 你喝 這是我煮的咖哩飯 哎呀學校是不能收的 對啊對啊 對 學校是不能收這種東西的 前面多一個請會 那好好用啊 對啊不行嘛 我記得學校是完全不能收 對放在所謂是 要不要收那個是看老師自己 可是通常不要收會比較好 對 對不然他要是流傳出去說 買通老師 對 啊今天因為你收了這個東西 你的學生今天考試不及格 你怎麼會讓我的孩子不及格 我送你魚喝魚湯欸 那你為什麼不把我加個兩分就好了 對啊還是有可能啊 可是安親班跟補習班 我覺得那是一個 私人企業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不收話說 老師你不知好歹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你怎麼會不知 你只能說啊好吃欸 媽媽好吃喔 可是孩子最近狀況真的是這樣子 我再幫你多照顧一下 可是這個照顧不代表是 我在成績上幫你照顧 畢竟就像我們說的 補習班的成績又算如何 說實在的啊 我們補習班的成績 我說穿的這個業績就是這樣 補習班的成績就是拿來 去讓學校的成績變得更好啦 我們就是輔助 當然我們出了很認真沒錯 可是我們就是要讓他 在正式的考核上能夠更加精進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還是得去釐清概念 讓他重新統整 不是我們的就不是我們的 我們做得很好沒有錯 可是畢竟我們是私屬 他很尊重我們是老師 所以很多啊 這些學生不去學校跟老師見面 老師教的很辛苦啊 可是他常常會來補習班跟我拉累 對吧我覺得這就是老師 老師個人的魅力的問題 你放在哪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魅力 而且我身旁有很多 他是學校老師 然後後來他學老師不做了 來做補習班 為什麼他不在學校 為什麼他要來補習班 或是很多補習班的老師 做一做 好啊 那因為他有教師證 他會去學校實習 實習完之後他就考學校 又去了 他待了一陣子 他又不想待 他又來補習班 因為自由度的不一樣嘛 學校他就是薪資非常穩定 這些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穩定的上去啦 補習班就是今天你要有學生 你要有照生壓力 那你還要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還要去跟家人溝通遊說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來的 所以我覺得各行可以 就像你剛剛這個問題 我覺得男女分居這個問題 不管是誰都會碰到 可是只要你是有一個有品德的大人 應該都知道有些東西是不能做的 而且這些東西是會害你的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好像是有碰到這個事情的問題 感覺有 你是不是有一點響了 就是覺得說他好像有特 學生不會 這是我變成是那個 這是生活 可能是生活上面的 生活上面的案例 怎麼樣 怎麼樣是要生活上面 就是你覺得他有這種感覺 我是可能是 最近可能還蠻多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這個 我這個年紀開始出現 快接近30歲 大家 開始莫名其妙的會分手啊 莫名其妙的會 會 大家可能會急 那急的話怎麼辦 你要找學生下手就對了 不不不不 跟學生沒管 十年養成績嗎 不會吧 不行欸 沒有啦 跟學生沒有關係 真的不行 學生不 對就像就像我說的就是說 你看像我剛剛說十年養成計畫 欸很多人都拿這個來開開玩笑 說實在我身旁的很多人就說 喔唷很厲害喔 教女學生喔 要注意喔 有男老師教女學生喔 你幹嘛你跟他那麼熟 你跟他那麼熟 是不是要怎麼樣啊 十年養成計畫 羅莉變羅莉控 然後接下來以後就變熟女控 還是什麼的學生控這樣 學生妹JK啊 他會提一大堆的東西 當然你聽到你會覺得說 他就不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可是當他每提醒一次 我就是會問自己一次 真的嗎 你有辦法堅持住嗎 我只要被提一次 我就會再去班上 跟所有的同學再提一次 而是我就直接跟大家說 男女分界要分開 有些事情能做就是能做 有些事情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再去提醒一次性騷擾 這種性騷擾法則的這一塊部分 對阿我再問 那你們你們會讓學生淡漫話嗎 他如果放在書包裡面 我欸我真的蠻自由主義的 我他如果放在書包裡面 是可以的 他就放在書包裡面 他不會拿出來看 那我下個時間拿出來看 沒有阿下個時間 你就在我這個建築物裡面 你為什麼可以拿出來看 你進了這個建築物 我沒看到你沒拿出來 我就當作沒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 在我這個眼睛看到 那不好意思 那手機呢 手機 欸我手機這個 這點我就有心得 就是 沒有養肌場嗎 有養肌場嗎 有養肌場嗎 欸有一點像是 就是我發現 就有一次他們可能覺得 可能講英文 然後他們就是可能 因為有外師 然後有我們 有我們講話 也就是比較 分數不計 假借翻譯 翻譯之名 我不會給他們那個機會 我是說 就有時候他們就會叮嘛 然後我就說 喔我叮是吧 然後我就把手機拿出來 欸都關掉了 我把手機放在桌上 然後我全部人都 都來 連我都放出來了 那你們應該 沒有比我還忙吧 而且我現在是在上課欸 我現在上 我現在是 這個教室裡面最大的 我都拿出來 那你們 然後他們就啪啪啪啪啪 就放出來 那每個人都開飛行 什麼之類 我就說 最好每個人 我就說欸 那每個人都開飛行 那我剛才聽到的是什麼 哇小心喔 下一次再盯就公佈訊息內容 喔 直接打給那個人 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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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call in 好刺激 對啊 我是一開始一進班就熟 我很喜歡什麼叫做殺雞進猴 對很簡單 就是今天有一個人沒有做 我跟你講 我就直接打給他爸媽 媽媽他的手機 要被我沒收一個月 當有一隻手機長期 放在這邊一個月 那個學生在該該叫的時候 而且他挑那個學生 絕對不會反抗的那種 哈哈 那你就把一隻 你就把你的養雞場放在那邊 來 今天進班 來同學們手機交出來 他們就會乖乖教喔 然後他說 那他還有 還有B機嘛對不對 只要是有B機 通常家長也會知道 所以你要跟家長大好關係 他們就是為了玩而玩 而且他們會滑抖音 他們會滑IG 對啊 他們還會去追蹤什麼黑色企業啊 看一些有的沒的啊 注意看 這個男人太狠了 太狠了 還有小一小二會在那看 跳那什麼越南舞咧 學校學生都會跳抖音啊 明農啊一定都會啊 而且跳抖音的人 全班都會知道 像我像我進班上課 老師你知道那個誰 有在拍抖音嗎 對啊 你看幾個人按讚 點閱率有多少 然後你要說 你唱國歌大家不會唱 你放孤勇者大家都會唱 對 一樣的道理 你看現在手機已經滲透到那個 YouTuber 你要怎麼去約束學生不用 你今天學生不用 那是擋意思的 所以你變相 你要跟家長 一定要跟家長說 媽媽您的孩子齁 今天用手機這件事情 已經是潮流 他必不可免 可是我們要降低他的頻率 我只能限制在這邊不要用 所以回家媽媽要幫忙 晚上回家 頂多給他用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他的社交還是要啊 或是假日再給他用 你不要那種強制性 就是全部都不用啦 我剛剛那個養雞場是 那個學生我就知道說 今天我把他手機沒收掉 他假日他爸媽一定還會再給他用 對啊那我收你又如何 而且那學生絕對不會跑 我一定先殺一隻 全部都會叫過來 因為你是升學性補習班 你今天一個全班如果搞不到那種說 全部都是安靜靜止的一個狀況之下 請問要怎麼升學 太躁動了 你要讓他嗨的時候嗨到一個爆炸 你要收你就要收得很準確 我自己的一個管理學身上的一個經驗分享 對啊這都是跟生活有關 不論是你剛剛提到的 男女交往 不論是你剛剛提到的什麼 微進品什麼的 我覺得這都是老師的難為 來我們的尼爾神 下個結論 我今天要下個結論 我覺得跟我們剛剛錄的那一集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電子產品這個應用上面 你本身你必須有基本的一些學識 你有基本能力去操作 他才會變成一個助理 不然你會變成是主題 因為他要帶給你很多 就是那個 instant gratification 那是什麼 就奶頭樂就是 奶頭樂是什麼 就是你一下就可以得到很 喔一下子就是快感就會獲取 對啊 那一份就是這樣噴聲就哇 就覺得很爽很 你一下就得到很多的快樂 可是那太短暫 而且它會造成你 速食享樂 對啊 然後你很快就是會麻痹掉 我也會跟他們講 就是你要懂得學會忍耐 我就是上課的時候我也會跟他們講這些 對 言辭享樂啦 Zank你來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你的學生說 其實也不知道說什麼啦 就是他們 你對你學生無話可說 無話可說 那表演太棒了 表演太棒了 老師給你個認同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個掰掰啦 大家掰掰 掰掰